曾经有山友在凤凰山登山时感染登革热 凤山区公所非常重视这条登山路线的环境清洁 但由于凤凰山是军事管制区开放给民众登山 平时环境维护就由军方负责 凤山区长石庆峰特别与军方共同巡视凤凰山环境清洁 同时感谢军方的协助 提供民众一个捷径的登山环境 夏天陆下之后我们高雄有两个病例登革热 就是发生在凤凰山 其实防疫的工作都是持续不断 防疫四同作战 今天我们特别来巡视凤凰山登山步道 因为在我们假日的话 整个凤凰山有非常多的民众来这边登山 在这个区域的防疫的话 我们也非常感谢陆军官校还有部训部 在这段时间的努力 他们每一天都有将防治的成果 整理的一个绩效都迫上我们的群组 所以说今天我们特别带了我们的卫生局 还有环保局的同仁 那包含今天我们部训部的政战主任也亲自到场 那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再次感谢我们陆军官校 还有部兵学校部训部 在防疫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努力 为了长保凤凰山的环境清洁 凤山区长石清风表示 军方平常就有战备任务 在不影响战备的情况下 环境清洁不能单靠军方能力 对此呼吁山友们从自身做起 登完山千里把瓶瓶罐罐带下山 不要让这些垃圾成为登格勒的直升员 假日的话在整个凤凰山登山的这个民众非常多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 呼吁所有来登山的民众 个人所带的这些瓶瓶罐罐 务必一定要带下山 任何一个塑胶袋也好 还有瓶瓶罐罐也好 只要一积水就很容易产生这一个病霉纹 有一个这个传染的一个效果 那所以说在这里要呼吁我们的民众 自己带上来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带下山 凤凰山是一条热门的休闲登山路线 人来人往加上环境清洁不佳容易传递疾病 其他民众不能有只靠军方来清洁的观念 维护良好的环境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记者 中文成 采访报导